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我的头发有点乱了 能帮我梳梳头吗 梳头 梳头 可是你晚上睡觉不一样会乱吗 你好笨啊 我回去修炼到明天早上不就行了 快点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小五 你的辫子怎么歪了 我 我们刚刚从宿舍出来 蓉蓉 怎么了 明天不是要去狩猎回寿吗 今天老师让我们提前热个身 快走吧 大家都在等我们呢 这样啊 哥 走 我们快走吧 走 我们快走吧 你们来了 明天就要狩猎魂兽了 今天的实战课 我们再进行一些队练 提前模拟一下战斗 今天要进行两轮实战 分别是团队战和个人战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没有问题 老师 第一场团队战 开始吧 看来你们平日里没有懈怠 战斗技巧都没有生疏 接下来是个人战的练习 木柏 由你来和小三比试一场 小三 我们很久都没有交过手了 今天让我们痛快的打一场吧 好啊 戴老大 你要小心了 小三 感觉你的蓝银草变得更坚韧了 费了我好大力气才挣脱开 戴老大 你的胡爪 我也吃不消呀 不错 你们的情况 要比我想象中的好 今天的食尚课就到这里吧 回去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准备出发 颜色已经暗了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明天再找其他魂兽 小三 你还不去休息吗 我一个人守夜就可以了 帐篷里面有点挤 我出来透透气 帐篷里面有点挤 戴老大 怎么了 我刚刚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怕是我们生火的光亮 把魂兽给引完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狠角色 原来只是低级的魂兽而已 帐老大 把他赶走吧 不然 他肯定要捣乱了 好 上 这只金蜂暴也太弱了 被小三你一控制就动弹不得了 他还挺聪明的 趁我们一不注意就溜掉了 有这只小猫陪我们玩玩 守夜就没那么无趣了 小刚 我有话想对你说 二龙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可 可是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不管 我不管 我已经等了你这么多年 从花季少女等到了人老朱黄 难道你真的要让我等到满头白发吗 小刚 不要再折磨我了 也不要再折磨你自己 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一起 去解放你的心吧 有情况 大家小心 二龙 有情况 我真是想疯了 有何事的送上门来 这是一只极其霸道的蝎子 名为大帝之王 尚品的火系回首 从他那九节尾谷来看 他的修为 在四千五百年左右 我们让开 这只东西交给我 让你破坏老娘的好事 老娘和你拼了 今天不把你解决了 老娘就不叫刘二龙了 只是对付一头千年魂兽 二龙老师 似乎不用释放出五魂真身吧 太暴力了 可怜的大帝之王 我决定了 以后二龙老师 就是我崇拜的对象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暴力美学 那个 小胖子 他就是你的了 你也是火属性 正好合用 给 给我 还不赶快的 老娘让你要就要 哪那么多废话 很难 我 地位 这是什么 等有机会动手的时候 我让你们看看 就是攻击范围小了点 而且没办法锁定对手再释放 大家小心 武力有毒 行 赶紧把解毒小腊肠分给大家 小心了 是魂兽 大家都过来 在这个范围内不要出去 老师 是魂兽粉红女郎 数量很是可怕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粉红女郎 那么在他们其中 一定有一只最强大的领导 粉红娘娘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粉红女郎 粉红女郎外形类似于蝎子 粉红娘娘是粉红女郎的变种 她们的攻击能力是一种兴奋类毒素 少量吸入会使生物变得抗反 但吸入过多 抗反到一定程度后 就会透支生命力 直至死亡 不过 一向性情温和的粉红女郎 为什么会对我们产生这么大敌意 难道 是因为昨晚的大帝之王 有可能 难道说 这个族群的粉红娘娘 和昨天那只大帝之王是伴侣 粉红娘娘因为大帝之王的强大 而依附于她 感情真是报仇来了 好啊 那我就杀出去 让他们作对同命鸳鸯 二龙一个人恐怕会有事啊 我们也过去吧 二龙他心里的暴力之气又起来了 我 是粉红娘娘 小心 二龙 不要下死手 留一口气 奥斯卡 快去吸收魂环 大师 你为什么要让奥斯卡 去吸收那只粉红娘娘的魂环呢 这只魂兽虽然修为年限不错 但是实力并不强呀 对需要魂环的魂尸来说 没有最强的魂兽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老师您的意思是 小奥这第四魂技效果 会掺杂粉红娘娘毒物中的兴奋毒素 正是如此 这原本属于粉红娘娘的技能 在被奥斯卡牺牲后 会产生一定的转变 效果应该是 短时间内提升兴奋程度 提升的幅度我不能肯定 但提升的范围 会囊括你们的所有属性 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多 可极品却少得可怜 我们四处寻找的效率太低下了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院长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将仙品药草拿出来放着 凭借它自身的宝器 来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 只是 我也不能肯定 被吸引来的魂兽是什么 很有可能强大的我们无法对付 数量也绝不会少 这个办法 就已经会太冒险了 小刚 你怎么看 虽然冒险 但是并不是不可以考虑 小三 你还能找到毒孤伯当初隐居的地方吗 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利用毒孤伯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 我明白了 大家跟我来 这里 就是老怪物布置的毒阵外全 毒圈非常可怕 这两颗药丸先服用一粒 可保一天之内无事 等一下 我会在这里用药物滋润幽香起锣鲜品 它的香气会飞速传播 这应该足够吸引一下回收 毕竟 属于天才地宝的味道 恐怕没有什么回收会不行 小三 你这个想法也太好了 这样我们不配吹灰之力 就把这群怪物聚到一起了 这个不配合 我只想要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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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仙草已经不治好了 它的香气会逐渐蔓延开来 从现在开始 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集中注意力防范危险 三哥 我感觉我有点紧张 小三 你的右手边 好像有魂兽出现了 是一支两千年的金蜂暴 实力不是很强 但是也不弱 它看起来对我们也有些许忌惮 上去解决掉它 不然等一下还会有更多魂兽 怎么第一个吸引的魂兽 就已经要如此强的实力了 要不然怎么说 这株仙草对魂兽的吸引力惊人呢 打着看后面 又来了一只魂兽 云从龙 风从火 这是一支七千年的鬼火 这个年分的鬼火 可是强悍无比 管呐瞧不瞧 先打再说 跑上来 动手 动手 小三 你的仙匹药草也太厉害了 外面至少有六七头的实力 都超过了万年 是的 虽然很可怕 但是有几只魂兽 正好适合我们 他们不敢进毒阵之中 我们可以把需要的 抓进来猎杀 小三 你开什么玩笑 外面那么多魂兽 一旦出去 就会受到他们的群起攻击 就算是我们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我们不用出去 我们只需要利用飞天神爪 将他们拉进来 逐一击破即可 哦啊 原来你小子还有后手 但是我们要首先解决掉那些 不怕死冲进来的魂兽 比如 这只静影兽 这个静影兽 就看起来 只有三千年的实力 他怎么会敢冲进来的 静影兽 以防御力惊人闻名 可能他以为 他有着更高的耐力 哼 那 他要为他的自信 付出代价了 这只静影兽还真是硬啊 打了这么久才打倒 不愧是防御型的魂兽 现在没有闯进来的魂兽了 小三 外面这些你随便挑 选出哪个 我们帮你搞定 还是先帮容容抓一只吧 我不急 还要观察一下 也好 小刚啊 你看给容容这第四魂环 选择什么比较好啊 容容前三个技能 分别是增加速度 力量和魂力 那么 这第四个魂技 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吧 那只四千年左右的 林甲咒 较为可视 林甲兽的主要能力 就是贴身肉活 力量极大 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 几乎可以无视 绝大多数同修为层次的 魂兽技能攻击 你们三人还是一起动手吧 稳妥些 来 我们一起用飞天神爪 把他拉过来 荣荣 我们先和这个小家伙玩一会儿 让他们先干别的 我 我 怎么啊 你不相信老师有制服 这只林甲兽的能力吗 荣荣 你别怕 二龙老师也是好意 我也一起去 我陪着你就是了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那就一起来吧 你还年轻 多一些见识也是好的 小心 他清醒过来 准备打他 现在荣荣的魂兽已经搞定了 小三 你想要哪只魂兽 老师 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想选那只地穴魔猪 给我一个理由 虽然它是万年级别的魂兽 但对你的好处绝不会比人面魔猪大 因为人面魔猪 可以增强你的外父魂 老师 我选择他 是因为高级魂兽学院大赛即将开始 我需要他给我带来一个群体限制技能 这对我们整个队伍都有好处 可是你就不为自己着想吧 这一次你跳跃的 是整整五千年修为 你不能以身犯险 老师 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我曾服用过不止一种鲜皮药草 身体强忍程度 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不行 除非是百分之百 否则 我绝不让你忘卸 小五 别这样 听话了 我不会有事的 哥 你说过的 要永远保护我 所以 你绝不能有事 算我求你 就听大事的吧 相信我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的 你说的对 我这条命 还要留着以后保护你 好 那你就去吧 不过 哥 你要记住 如果你死了 那么 我也会陪你 好 我答应你 你一定活着回来 院长 赵老师 麻烦你们出手 我要那只地穴魔珠 老板 你真的想清楚了 你应该明白 如此吸收会有什么后果 院长 我一定会成功的 您不要忘了 我有两个武魂 还有外父魂骨和仙瓶药草 犯你们魂兽 那也不好 好 史莱克就是要这种质气 二龙 老赵 我们一起上 打他可措手不及 不好 院长 可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他要跑了 大家快点跟上我 一起追 可不能让他跑掉了 好个狡猾的东西 差点让他跑了 小三小五 小心后面 人灭魔珠 我 我没事 是相思断肠红救了我 哥 我哥呢 他没事 或许小三这次还会让他的八猪毛更近一层 3 好